视频最开始可能会有弹幕问 华生啊 小米正代跟OPPO旗舰好像八杆都打不着 那为啥会一起出现在这期视频 那因为单独出OPPO没人看呢 不是 因为单独出OPPO的内容吧 这个视频的信息含量 就不如两台放一起高 而且刚好他们标配都是3999 是不是还算成立了 然后吧 这俩受众群体好像 还互相谁都看不上谁 一个身为旗舰门神 什么缺点都可以用 要什么自行车来含糊过去 一个是买OPPO就是智商税 我忽然发现啊 聊起这两个那就有意思多了 视频开始先做个小调研 根据你目前对这两台的了解 同样价格你会选哪个 选小米的请扣一 选OPPO的请扣二 我现在已经不是在想 谁多谁少的问题 而是在想 刷一是刷二的几倍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华盛 吉日不见 甚是想念啊 瑞诺系列颜值一直没得说 一代765G能连发两代 我还能连买两代 那为啥 那就是缠他身 不是就是因为他好看嘛 瑞诺我Pro家的黑色真的太好看了 就连周琦这种只卖白色手机的人 这次他都断向半天 光线不好他就是很深邃的黑 但要是有光洒在上面 那就是深邃夜空中的繁星满满 深黑中透着蓝色 这个黑不会很沉闷 也不会很轻浮 特别高级 我把它叫老板黑 上面玻璃贴片很提神 中框和前后背板过度的圆润 布局和矩针设计都很和谐 有圆有方 就是这个方形啊 一开始我以为是前往式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微距镜头 果然是你啊瑞诺 手机本身非常轻薄 洗光各种半斤以后 拿起瑞诺5Pro家 有点不太现实 我甚至想带个壳 要我说他有三个小遗憾 那就是正面左上角挖孔 看一年了有点腻 还有就是屏幕和手机的R角 头上这俩机脚 我怎么看也觉得不好看 最后就是这个星转工艺2.0的黑色 确实有些角度看着像塑料 小米11的外观吧 就这个摄像头 你能说它有什么设计吗 我觉得真没什么精致感可言 玻璃板我觉得就白色能看 这个紫色我觉得 能基本维持小米之前的ID水平 甚至我觉得它比小米10强点 正面还是左上角挖孔 但孔径变小 R角呼应虽然有点愣 但比这次的Reno强 大猩猩第七代康宁玻璃强度很高 还有这种四曲面 在下滑护桌状态栏 或者上滑返回桌面都会上瘾 但随机送的这个贴膜 手感直接回一半 它收了一圈 所以就很刮手 就这我发了一条微博提了一嘴 就说这个膜手感 没有P40 Pro加自带的那张好 有人跟我三九九要什么自行车 我是想说你们内心是有多脆弱 就是一张膜而已 我年年都特别关注手机自带贴膜的情况 怎么到小米这我就被扣帽子了呢 小米11的手感好 好到我只想用脏话来形容 那句就啥来着 素皮在我这永远的神 不用解释了好吧 这种厚度 这种重量 加上上下左右四曲面这种屏幕 2K加120Hz 从华为Mate 40 Pro加换到小米11 直接让我刷微博的欲望提升了123.6% 所以相同价格 外观这部分 OPPO比小米用心 这票我给OPPO投了 研制手感都在下 说到底Reno Pro加还是Reno 定位上就不是FINE 所以FINE X2 Pro上不仅RK加120 什么10bit原色模式也都没有 只是1080P加90Hz的MLED 我不敢把话说太死 只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这块屏和去年我那台Reno 3 Pro 没什么区别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用心程度 它都远远不如FINE 隔去年我还能说这是一块好屏 但这都2021年了 这块屏在安卓 尤其是4000档 我只能说凑 这种行为 在我心里也仅次于7000块钱上BOE 小米能跟手门员上RK加120 真的非常出乎意料 还是最新的三星E4 各种参数摆在这 也难怪雷总说这是最贵的屏 各种设置里调节选项也都齐全 这简直就是按着某些数码爱好者 喜好做的吧 但默认还是在一些APP会锁定60Hz 所以你愿意牺牲续航的话 也可以去开发者选项里开启全局120 不过对我来说出控才是这两台手机里最大的差距 Reno 5 Pro家的出控采用率是180Hz 仅仅局限于支持90Hz的场景 其他地方它的出控采用率只有120Hz 反正我用它玩王者 有些边走边放的技能 到Reno这边有时候就按不出来 还有就是系统设定和动画 有些也会让人觉得 这手机不跟手 就说下拉通知栏 至始至终 它都保持和手指有一段距离 最后指尖停下来 OPPO的通知才顺出来 小米华为在你手指停止的一瞬间 信息就全部出来了 而且下拉动画 OPPO太生硬了 还有就是这个桌面滑动图标 也是傻块 就是没有其他家安卓滑起来舒服 双扬声器 小米搬出了哈曼卡顿 我的主观感受就是还不错 没有小米10 Pro好 算是旗舰水平吧 之前OPPO Reno 3和4的双扬声器 真的就是两个喇叭 和旗舰阵营比差太多 Reno Pro家 比去年3 Pro听感还是好一点的 但还是没到主流期间的水准 还有一个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问题 那就是我特指素皮吧 可能是太薄 小米11歪方音乐 音量条只要拉到一半左右 后盖就有比较明显的震动 这个手指底在背板上 有点麻麻酥酥的 我觉得有一点难受 建议的话推荐带个壳 手机的轻薄直接影响到的 就是续航 性能输出和散热 尤其是小米11首发的骁龙888 据说这次今年5纳米 无一例外都有点翻车 先看日常我们的测试下来 小米11在2K加120Hz的模式下 续航出乎意料还不错 Reno 5 Pro家也是4500gm大电池 1080p加90Hz 最后剩余电量46% 还可以吧 发射情况我们还是请出了原神 20分钟以后 平均震率53.9 Reno 5 Pro家 平均震率53.2 震率波动比较大 Color OS 11到今天 无论是功能的丰富性 还是自定义都非常不错 再也不是之前那种山寨 iOS的感觉了 也有了一定审美 而且是目前安卓前列的审美 尤其是它那个内置在系统里 这个叫Art家的壁纸 质量真的高 相比之下 我不是很喜欢小米的超级壁纸 晃来晃去的绕眼睛 OPPO终于上了线性马达 对于我这种平时消息很多的 手机终于不会 总在身边嗡嗡嗡了 不过因为它也不是X轴 更多场景化的反馈 我也不指望了 相比之下 小米11的震动体验太好了 侧发返回的时候 震动非常敦实 它还有一个回弹 感觉就像一个真的弹簧在手机里 而且在最新的MIUI 12.5里 你滑得快一点吧 它就是一次震动 你要滑得慢一点吧 就额外再送你一次回弹 如果你打字的话 它的震动又会变为非常清脆那种 尤其是锁屏 手机那咯噔一下子 我真的觉得 它学到了Apple Watch的真谛了 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 解锁成功 也有震动反馈 总之小米这些震动 丰富 但不让人反感 它不是简单的堆砌 而是真的用心在调教 当然同样用心的 就是这个通知铃声 可能是受OPPO之前 那个城市声音启发 小米这次直接搞出了一个 南美玉林 东北草原 澳大利亚和北京 和超级壁纸差不多吧 我继续把各种动物的叫声听了一遍 把它改回了水地就退回去了 要是办公室 你这一会儿狮子叫 一会儿狗叫的 像动物园似的 这种尴尬程度 我觉得不亚于 把三星手机放在桌子上 来消息的进度 再有安卓上很多权限 你不给它 它就不让你用 米UI12之前的思路就是 给这些软件发送空白信息 这样APP不仅不能获取到你 这些关键信息 你还可以正常用 那这次 米UI12.5 小米盯上了你的剪切板 地理位置 那这些平时我们一不小心 就大量协助给流氓APP的信息 用iPhone 它也能每次告诉我 比如淘宝正在访问我的剪切板 虽然我也没啥办法 但其他安卓 干脆它都不告诉你 现在小米可以识别 并拒绝提供这些信息了 虽然我也没什么值钱的信息 但从宏观上来看 就是我们这些不起眼的信息 正在催生一些不健康的行业 不能说普遍现状 即使是错误 就可以容忍 小米这两次 关于隐私的操作 确实值得点赞 最后就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建议 刚好小米欧布都没有 那就是在屏幕最下面 给我流出一条区域 放一个类似导航条之类的东西吧 一方面是导航条动画 会让我在左右滑动切换 APP更直观感受到反馈 另外最重要的是 就是在一些信息流的APP 没有导航条 我真的很难够到 最左下角的内容 就差那么一点 只是给建议 希望那些觉得这功能没用的人 不要喷我 你说那就是你对 再有就是为了轻薄 Operino Pro家的指纹位置 比较靠下 用的时候有点闹心 充电上两家分别是65W和50W 两家的充电曲线我放在上面 小米11虽然没有至尊版的120W生猛 但这俩表现 我都非常满意了 尤其是小米还支持 几乎和有线充电一样快的无线充电 如果它是我的主力机的话 我高低买个无线充电板来用 但Reno这边还是家族传承 不支持无线充电 其实无线充电到今天也好几年了 的确应该是旗舰机的标配功能 至少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产品定位 这俩在影像上都有所保留 小米11还是小米10上的那颗HMX 但成片速度快了不少 加上新的ISP 虽然很多时候画面还是习惯芯片冷 但和小米10那时候的泛白难看比还是改善了不少 对焦相比之前也强了一些 但弱光近距离力还是喜欢拉风香 超光奖也有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长焦微距 可以用来测试某些机型屏幕的次像素排列 整体说 小米11今年这套相机组合比小米10更有诚意 当然和小米10 Ultra比还是差了一个等级 喜欢拍照的Mi Ultra用户不用太难过 Reno Pro家是另外一种思路 三颗镜头该有的都有 但从目前我的体验看 这三颗的绝对素质都没有特别顶尖的 主摄是全新的MX766 我体验下来最好的就是对焦 几乎做到了无痛 这种感觉大大提升了抓拍的成功率 但因为它这个底本身就不是特别大 弱光拍照它连小米11都不如 长焦的素质也就比小米主摄才强一点点 而且非常不容易掉出来 很多时候我两倍拍完都是让人崩溃的F1.8 并且拍照体验有问题 开了这个AI以后画面的颜色会变来变去 还是挺明显的 录像里有一个AI视频增强 可以识别你是逆光还是弱光 并且分别的增益 但开了以后你就不能变焦了 而且实测 暗光下这个环境 整个视频的颜色表现很怪 非常白 所以综合这些表现 如果OPPO Reno Pro加算三颗摄像头的话 小米11我可以教它有四颗 多了一颗微距镜头 测试测试OPPO和小米呢 这个108060 OPPO开了超级稳定 好了最喜闻乐见的你觉得 Reno Pro加是智商税吗 我觉得Reno 5系列 这三款里面Pro加真的还挺良心了 和自己比做到了加量不加价 想当年765转子马达的Reno 3 Pro 8加128 可是也3999 骁龙865虽然是去年的7年处理器 但放到今年 我真不觉得和888比 就是有那种不买的明显劣势 至少我是觉得没有太大区别 而且目前888还有很大的一个调游空间 65瓦加4500韩式电池续航有背书 还有好看的皮囊和Color S11 这种马达和屏幕属于勾用级别 要是你还有一个门道 3500能买这么一台 还是挺香的 但不出意外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台 我买Reno了 因为买完三代以后 我算是彻底了解这个系列的定位了 它一般怎么玩呢 这里面有一个优先级 在Reno系列里 优先级最高的就是在同家围段 几乎最精致最好看的皮囊 然后就是靠你可以明显感知的几个功能点打动你 避开你们这种传统旗舰厮杀的 比如屏幕高刷或者2K 又或者是大底拼拍照的绝对素质 那Reno拼的是啥呢 比如自拍好看 比如视频防抖 比如快充 或者是这次的幻彩人像镜头 这里面有些是为了给明年的旗舰试水 就比如这个MX766 很大可能就是放在X3 Pro的超光角 当然有些实际效果远远没有宣传那么好 比如这个夜景视频 优先级再往下的就是屏幕性能 这些比较内在线下群体感知不强的点 你们评不评Reno这个系列是不是这种打法 那这种套路哥以前可能还有点用 因为之前可能配置墙的旗舰做不到很好看很薄 又或者是自拍也没那么好 在今年开始 当有些旗舰充电三分钟已经不只能通话两小时 自拍也有了超光角 有些也不厚重 视频防抖也不差 在这些以后 Reno起点自然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两年蓝绿在主打线下的Reno和X系列 纷纷推出了超大杯 升级处理器和部分功能 我猜也算是对市场现状的一种回应吧 但OPPO至少还是很聪明的 目前整个产品线我觉得规划的基本不让人纠结 线上追求配置 你就选我们的FINE系列 如果你追求更高的颜值 愿意在屏幕性能这些有妥协的话 选Reno 然后小米11吧 我现在其实不太好评价人家 毕竟888的机器目前就这一个 但从目前我的理解看 小米11还会是2021年4000档的手门员 但我真的特别讨厌一说什么点问题 就三句句要什么自行车 这就和当年说震动涂增功耗一样 那洗得很难看 厂商要是都听你们的早就倒闭了好吧 2K加120Hz 轻毛的手感 骁龙888 这三大卖点很清晰 加上没有明显的短板和其他功能点 小米11的定位更清晰了 这台手机会非常像iPhone12一样 其实这台就已经符合很多人的需求了 核心体验有保证 然后在某些大家用的不多的功能点做区隔 满足高端人群的需求 那这次做的就比去年更聪明 不会特别让消费者纠结 开车回来的小米11 用高端版不出意外 做不到小米11这么轻薄 屏幕规格会在细节处可能有提升 比如什么10比特 或者是原材显示 先进模组肯定是往小米10 Ultra那边靠了 主摄肯定不会是1亿 超广角更广 长焦可能会有两个 春天规格是不是能够够一够120 我不知道 又是一个更高价位段的手门员 OPPO Reno5 Pro家和小米11在这个价位段 都非常值得推荐买 各自的优劣我也基本都介绍清楚了 还是那句话 厂商比我们更清楚消费者的需求 不要轻易左右别人的选择 买小米你就好好用小米 买OPPO你就好好用OPPO 别什么智商睡大锅就往上扣 生活里又不是只有买手机这一件事儿 我们需要学习的事儿还有很多 所以保持谦逊 保持热情 然后给花生这期视频一个大胆的三连吧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最近单中大草面已经开售 受到了非常多的媒体老师和粉丝的夸奖 我真的特别开心 不便宜 但真的很好吃 有能力的话 希望大家力所能及支持一下 我是花生 我们下期花生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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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